日報有建議答出來 呃 日茶 王可見這個角色 你其實是你自己怎麼看待的 還是你想幫他平反 他其實他沒有目標 我原本其實是覺得這個人蠻討厭的 然後導演安排我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是非常抗拒 就覺得這個與我本人太違和了 我就是充滿聖意感 然後又大啦啦直率 怎麼會叫我去演這個咧 但後來我發現 欸 其實我也有蠻附黑的理念 這部片裡面的飾演是莊修宇 然後他的綽號叫做編歌 這編就是編緣的編 也就是不明思議 他的確是一個很孤僻的人 然後非常喜歡自己一個人 自己一個人處理一些事情 自己一個人就是做一些自己 很喜歡撒電腦 像一些科技很撒冷 然後他跟明明飾演的角色 是非常好的朋友 那你自己愛打電腦嗎 我在學生時代 就訪問就決定 現在蠻少少的 好 這是我第一次劇情強片的演出 說實在這其實已經是三年前拍的東西 有很多細節其實我已經記得不是很清楚了 所以我等一下也是跟大家一起走進中山堂 一起看這個世界的手影 然後再一次進去那個公司 就算我們在一起拍的東西 然後再一次拍的東西 就算是有很多東西 然後再一次拍的東西 我覺得是一陣子 你現在要是一陣子 你現在是一陣子